潮州镇长周品全脸书今天涌入许多网友 针对自来水费账单多出清洁费事提出质疑 潮州镇近年推动自来水普及 申请户数达1.2万占全镇六成 为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水公司今年1月也成立潮州营运所服务在地乡亲 不过近期却因新一期水费账单 多出代征清除处理费的问题 让证明很疑惑 纷纷向公所询问 有民众很紧张的打电话给我 是说他的自来水的缴费单里面 竟然有垃圾清除费 清除处理费这样子 那我一开始觉得比较不正常的状况是说 因为潮州镇公所并没有委托自来水公司 启用所谓的垃圾清除费 随水费征收的这个机制 因为目前的潮州镇的用水货 还达不到三分之一 由于目前潮州镇内用水货 未达百分之四十比例较低 因此尚未启动随水费征收机制 公所更为委托水公司代收 而求证后发现 疑因水公司电脑作业系统错过 才导致证明账单多出代征项目 有关潮州镇的清除规会 因为这次我们电脑作业上的疏失 所以有一些产生清除规会的出来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大概在三千多户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处理情形 就是说我们会把那个清洁规会 找出真正的出问题的原因 然后再把那个清洁规会 并到下一期自动扣角这个水费 这是我们目前对于整个的作业的方式 他们其实是电脑作业系统的一个物载 物收这样子 那昨天下午也紧急的联络完之后 就是说我们希望自来水公司就他已经寄出去的 大概应该上千份有了 可以去做一个协助民众的机制 第一个就是说他如果民众没办法去退费的话 就让他在下一期的水费给抵扣掉 那如果民众还没缴费的话 就请民众去换新的单子来缴费 那再来就是说他如果要去现场退费的话 还是要让他退了 公所强调要求水公司以便民方式处置物收费用 目前出估潮州阵影发出约3000张缴费通知单 由于缴款方式多元 尚未掌握已有多少民众缴费 水公司将逐一比对民众的缴款 一缴金额会并入下一期水费进行扣除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导